这次演习和以往相比确实有许多新的特点 首先演习的规模比以往更大 其次演习的兵力规模更大 而且演习的范围更广 第三个就是演习的实战味更浓 这次的演习有几个新的突破 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剑机 第一次直抵了东吟岛和乌东的这样一些地区 而且尤其是我们的剑船 第一次可以说进入这些区域 它给台独势力发出了一个重要的警示作用 因为我们都知道台湾当局过去在这个区域 就是乌丘和东吟岛区域划设了所谓的禁止水域和限制水域 应该说这些划分都是非法和无效的 那么这次我们的海警船是第一次进入了乌丘的海域限制水域 但是没有进入它的禁止水域 这就意味着台独一旦进一步的升级它的言行 那么我们就可能会进一步进入它的禁止水域 并且可以对这个地区的台湾的舰支进行林检 进行检查 进行战备的警巡 这次的演习 我们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科目就是战备警巡 我们的舰机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抵近了台湾本岛 而且这次我们的舰机 首先我要强调的就是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个重要的部分 无论是台湾本岛台湾的外岛和台湾海域的这个水底 包括海床包括天空都是中国的领土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所以台所以我们的军队在这个区域领海和比联区都有航行自由的权利 那么这是第二个了 那么第三个呢 这一次的我们的演习可以说是联合作战一体的这样一个特点 十分突出 夺取这样一个综合治权的这样一个特点也十分突出 这一次呢 我们可以说是不仅是海景密切配合 而且我们这一次从东部战区发布的这样一个地图来看 我们这一次在北部南部和东部包括金门马祖 还有这样一个乌丘 还有东营岛这个附近海游的演习可以说是越来越底进 同时呢 这次我们加入了许多心域心智力量 包括网络力量 包括我们的信息支援力量 还有就是信息系统 那么这样一些心域心智力量可以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助推了我们的这样一个综合能力 助推了我们的联合打击能力 我们的联合能力